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印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 一直由邊境衝突延伸到成為貿易衝突 印度方面還發動了接近攬炒的反制措施 之前我們也提及過 就說印度政府已經推出了一項新規定 要求所有進口印度的商品 必須要申報它的原產地 雖然印度政府沒有說明 但是誰都知道它是針對中國製造的貨品 當這一項新措施推出以後 最近這一兩天 印度的港口和機場 就積壓著大量中國製造的貨品 和來自中國的貨櫃商 那究竟為什麼呢? 原來印度海關就宣布了 自從6月23日開始 就要對於每一項從中國進口的貨品進行檢查 而不再是抽驗了 故此就拉長了中國貨物清關的時間 所以印度方面 就是跟你在海關的樹玩東西 而且《環球時報》也有報導 還說人家玩陰招 《環球時報》就批評 說印度政府玩起了暗箱操作 扣押來自中國的集裝箱 導致大量中國製造的電子元件等商品 積壓在印度的港口 印度媒體也證實了這個消息 雖然印度政府沒有吸出一個明確的指示 但是印度商界人士傳達的消息很清楚 就是不要接收從中國來的任何貨品 等待進一步的通知 這一個就是《環球時報》好像很不齒 很心急 實情為什麼我說這一招 印度近乎攬炒呢? 雖然他現在這樣把中國製造的貨品 就等了在這個關口的樹 叫做吊吊吊吧 但是印度本身對於這些貨品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些本身有很多都不是製成品 而是零部件 尤其是有些外資的廠房 雖然他們的加工和裝嵌等等工序 已經搬遷了過去印度 但是供應鏈就還未搬遷 有部分的組件 仍然是需要依賴中國大陸的供應 故此現在對於這些廠房尤其受到影響 但是現在似乎印度政府都決定要把心一橫 如果中印衝突在短期之內 仍然是得不到解決的話 再長一點點的時間 恐慌真的會引發起中印之間的貿易戰 為什麼這麼說呢? 有幾個因素的 第一 印度總理莫迪一直在倡議一個叫做印度製造的計劃 要求那些政府部門他們在採購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時間都要優先考慮印度本地製造的商品 用作提振本地製造業 要做到這個效果只有兩條路 第一就是盡量改善本地生產的產品質素 而且是令到本地生產的產品價格上有一個競爭的優勢 但是這件事是非常長遠的 另一條路就是打壓那些進口的商品 哪一樣東西在價格上有優勢的就盡量打壓它 大部分都是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有優勢的 因為它便宜的 所以打壓它的貨品就適合了 合了莫迪河車的 所以現在大量中國製造的東西 無論是零部件也好、製成品也好 全部都是積壓了在港口的集裝商貨貨箱 那就適合它 就算你說有些廠房可能搞不定 首先它仍然是有存貨的 一間廠房就不會說什麼都沒得剩 尤其是經過了這個武廢之後 它更加是會落大了那個訂單 神早就已經在廠裡來了 第二就是既然在這段時間裡頭 它是可以製造得到的 那就趁著這段空隙 給那些廠商去找一個 中國以外的供應鏈 除非它是完全找不到的 比如說那些叫做仿製藥 原來那些成份 根本上是要大陸才有得做的 無論在印度本地 或者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 相信莫迪到最後都是要放行 它都要逼於無奈這樣做 但是如果有一些零部件 原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是有的 而且價錢上面不爭得太遠 那莫迪一定就是會促使那些廠商 盡快把供應鏈都轉移過去 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特朗普都很想做到的事情 他就在美國那裡喊到拆天 喊破喉嚨了 只有蘋果等等那些大廠商就聽他的 你只是看看這個電動車品牌 Tesla也不理他 繼續說要在上海那樹切廠說沒問題 故此 特朗普不是做得到的事情 分分鐘莫迪就有把炮做得到 為什麼他做得到呢 他就是利用印度那種民族主義的情緒 幫助他完成這個夢想 其實我相信印度方面都是官民之間互相利用的 就沒有說誰利用誰的 他就利用這個民族主義的情緒 來推動印度製造的計劃 而那些民眾又利用了官方的空間 來繼續宣洩那種民族主義的情緒 所以是官民之間的利用 在印度 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 對於反制中國的決心 都是非常堅定和強烈的 在世界上也找不到有第二個近似的例子 而且民間對於反制中國的決心 比起官方就更加激烈 這也是找不到例子的 就算你說在那些民調當中 原來日本的民眾對於中國的觀感是很差的 九成多人不喜歡中國 問題就是他就沒有把這個情緒表達出來 這是非常含蓄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日本的政府 除了說有幾個內閣成員 比如說麻生太郎是比較鷹派之外 是會說到出口之外 其他內閣成員也是保守一些的 對華的態度沒有那麼強硬 措持上面 所以你找不到一個近似的例子 就是印度而已 現在他竟然這麼有決心 好了 所以你說會不會搞搞一下 變成了貿易戰呢 是不奇怪的 當然 這個也要看看印度究竟 他承受的程度是有多大 因為他搞這棵東西的時候 為什麼我說他攬炒呢 因為那些外資的廠商 甚至乎有些本地的廠商 如果是需要從大陸進口一些零部件 他到了一個時刻 都是要向印度政府施壓的 看看到底他會有多硬 這個就看莫迪的決心而已 好了 現在到底中國和印度 哪一個是急一點呢 我相信就是中國會急一點 為什麼呢? 大家同時都經濟下行 但是由於印度的經濟發展程度 沒有那麼高 所以大家就算跌起來的時候 你跌一成跟他跌一成就差很遠 實際的數字是 而且在說的是 在印度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 仍然在從事農業 那麼中國你想抵制印度的貨品 都是無從著手 而且印度主要出口的地方是哪裡呢? 第一就是在說美國 第二就是阿聯酋 第三才到中國 而且出口到美國的總值是中國的三倍 所以你就算抵制他 他就賣去其他地方了 但是如果他抵制你的話 你那些低階的智能手機就拜拜了 他不買了 大家都知道 你那些小米的手機 尤其是在說 佔了印度的市場三成 這麼多的品牌加起來 就佔了印度的智能手機市場八成 這個也是非常大的經濟利潤 還好過賣菜 賣手機 但是 如果別人不買你的時候又怎麼樣呢? 所以中國一定是比印度更加急的 那麼印度的民間對於中國有什麼反制措施呢? 第一件事就是呼籲其他民眾抵制中國製造的產品 在印度當地經營那些中國企業 尤其是在說那些智能手機的門市 哇 今次的警覺性就非常之高 衝突一發生 馬上就遮蓋了那些手機品牌的公仔 然後就在這個門店上面 貼滿了那些Made in India的海報 可能是幫助被人倒壞這間店舖 或者是會遭遇到民眾的衝擊 所以就索性連品牌的商標都遮蓋了 就是做這些事情的 因為怕被人抵制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原來當地有超過三千間酒店 就決定了 不再會提供任何的住宿服務 和飲食服務 是給中國的旅客的 這是非常大的決心思做得到 因為這個是對於自身的利益都有損的 是不是? 在目前這個武肺大流行的情況下 旅客就已經少了 還要選客來做 對於他本身也有損失的 但是當地的民眾就是有這種決心 就是不做你生意 那你又怎麼樣? 所以這件事是很難搞的 而中國現在其實的情況也是騎虎難下 你對於印度軟弱又不行 因為你又要面對著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你對著他說非常強硬 也不是太過得 因為你對他強硬的時候 某程度上就將印度推向美國那邊 而且你又對他強硬 又要對美國強硬 你起不時是面對著兩方面的壓迫 是不是? 所以也不可行 如果這次中國真的主動在邊境的樹 挑起衝突的話 實情就是落錯了決定 以及誤判了印度方面的反應 可能就是想不到他這麼強烈 但是莫迪也有野心 就是要藉著這件事 推動印度製造的計劃 振興印度的製造業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